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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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電腦設備應該就是要低延遲 然後不卡頓 高效能 這樣子才可以讓我們更快融入遊戲 然後可以更沉進在遊戲裡面 這台GIGABYLE的終極自盛主機 它搭載了GeForce RTX 3070Ti 的顯示卡 那這張顯示卡厘學在哪邊呢 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它擁有三顆核心 採用全新 RT 核心 負責光線追蹤 Tensor 核心 負責 DLSS 以及串流多處理器 像我在玩一星求生的時候 絕對會開啟 NVIDIA 光線追蹤功能 它能模擬光線在現實世界中的行為 你看它的光線效果 鏡面反射 色彩呈現都超級真實 就好像自己真的是遊戲中的主角 同時在探索遊戲世界 也在打開自己的世界 而在遊戲中 除了可以開啟光線追蹤功能之外 還有一項 NVIDIA DLSS 功能 不僅加強了光影呈現 還同時增強遊戲設定和解析度 獲得更好的視覺體驗 擁有了更高 FPS 最佳畫質 對任何遊戲來說都是超級加分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平常玩的是射擊遊戲 吧 應該知道吧 因此 FPS 對我來說更是格外重要 它不僅能讓我看得更清楚 能迅速反應 同時還能提升瞄準精準度 一槍一個肯定是沒問題的啦 要成為一位稱職的遊戲玩家 最重要的就是能輕鬆地澄清在遊戲裡面 因此選對顯示卡就顯得格外重要 這台 Gigabyte 終極自盛主機 加上 GeForce RTX 3070 Ti 顯卡 它擁有極致的光線追蹤呈現 和超強的 NVIDIA DLSS 提高效能 像是垂死之光 陶利塔克夫 R6 浩劫前戲 等等大作 都有支援 DLSS 喔 如果你志祥和我一樣 想時刻沉浸在遊戲裡面 GeForce RTX 3070 Ti 終極自盛主機 絕對是你最好的Panner啦